全国Zoom上市反超Pinterest赢瞩目 华裔创始人身价33亿 昨日上市的两家公司备受瞩目 分别是社交媒体网站Pinterest 和视频会议软件公司Zoom 尽管Pinterest首日股价上涨约6元 不过Zoom更受投资人青睐 昨日暴涨超72% 收盘时每股62元 而他的华裔创办者袁征身价 限超过30亿元 而袁征创办Zoom的灵感 他表示是来源于自己和妻子的真实经历 因为当时两人身处异地无法见面 袁征决定开发一个可以视频的通话设备 自从2011年创办公司以来 截至目前Zoom在全球拥有超过1300万名员工 超过70万家企业用户使用Zoom进行远程会议 包括Uber Discovery等 每年Zoom为客户提供超200亿分钟的视频会议内容 截至2019年1月31日的上个财年 Zoom营收超3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超118%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